姨ちゃん 啊 啊 拜託 姨ちゃん 吃了 我吃了 D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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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一見文春秋 大家好 我是一見文春秋 這幾天我們在幹嘛呢 這幾天是神木莉來到台灣的 台灣攝影會活動 好 大家好 這是我們攝影會 也就是神木莉在9月8號來舉辦的 紅傘攝影會 什麼是紅傘攝影會呢 就是在攝影棚裡面 一對一的單人拍照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神木莉在怎麼做 我們一定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招待他 讓他在這邊時間會很開心 吃得好 睡得好 還能好好的宣傳 讓他在台灣的人氣水漲船糕 signs for you 我覺得好可愛 可愛 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姨ちゃん あ あ ごめんなさい めっちゃ かんび かんび はちみつと 牛の のどを浄めない 飲み物です 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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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ん ドキドキしてますね 何? してますか? 我吃午餐 我吃午餐 我喜歡吃午餐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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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吃飯 我喜歡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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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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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裡了嗎 我喜歡吃飯 我喜歡吃飯 我們去吧 走吧 辛苦了 前兩天包括我們自己頻道的影片拍攝 以及攝影素材的拍攝 我們一路一樣跟到現在 那今天呢我們來到了一個知名YouTuber 有多有名呢 超有名 因為他超嗨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由 一位服務生製造了 廣貴奧客的旅行 再來廣貴奧客 謝謝 超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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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親愛的劍大 所有的男生 一定都認識 見晚春秋 見大 其實超哥才是前輩 真的 我們有很多東西要跟超哥請教 其實你知道看到超哥 我真的都超純的 那我們真的是非常開心的看到神木莉 神木莉做旁刊 除了這個神木莉之外 想知道超哥到目前為止 最喜歡的AV旅行是哪一位 那看我有沒有機會 把他找來跟超哥一起來聊一聊 玩一玩 搞一搞 其實我沒有特別喜歡哪一位 因為相信大家都一樣嘛 這種哪有什麼這種 就起心厭舊嘛 你去酒店 你也不可能去一年 都點同一個小姐啊 一三次我就換人家 那我們看到每一位 我們都欣賞他的優點缺點 但我個人是 就是要有特色的女優啦 既然超哥沒有特別指定要神 那我們只能每一個都送過來 現在神木莉 神木莉 現在是神木莉 那我們要馬上再找神木莉再來一次 看到超哥有這麼多男人之屬 我們其實很羨慕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碰到的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管是IG還是Youtube 開一個關一個啦 就是我們一直都可以剪主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超哥是怎麼樣 就是閃避這些障礙 就是有時候人家針對你也是正常 放大檢視嘛 人同是非多 一見碗春秋 既然是業界領導品牌 有很多人喜歡你 但是一定會有人酸你 或批批你或怎麼樣 那些人就不要管他就好 那開開關關這不是我們能夠 控制的 控制的事情 我告訴你啦 有本事你檢舉讓我關起來 我下次再開的時候 我可能兩天就到十萬人 對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別人 我們只能控制我們自己 我們就努力 努力讓一見晚春秋 以後可以成為 業界扛把子 台灣也沒有其他的AV朋友講 我們就是 迷地 迷解 那我們就是看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不知道 這個行業裡面到底 什麼樣有趣的新聞 只有你可以告訴我們 所以 你就繼續把你的專長 發揮到機場 好的 我會加油 謝謝超哥 謝謝謝謝 以上就是行運力 這次參加攝影會活動的 所有桌邊花絮 包括他的攝影素材拍攝 包括他的攝影會活動計時 以及各種各式各樣花絮計時 那大家都看到這個 一次攝影會的活動 大概就知道我們 如果EVER 我們一見晚春秋雨 他的安慰好朋友 到底在做些什麼 那以後還有更多的女優 會來到我們的頻道 也請大家鎖定我們的頻道 按讚 按讚 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謝謝 在神木立攝影會的時候 我們要來做一個簡單的開箱 那這次要開箱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山上優雅 與卡片廠商 Juicy Honey 合作的最後一款卡片 他裡面只有六張卡片 但這六張卡片呢 既然要價差不多要六萬塊台幣 然後這個卡片的價值這麼高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卡片到底是 裡面是裝什麼東西 是不是空間的 也謝謝提供我們開箱的 Richard 這個大大非常非常感謝他 然後因為這次的卡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名貴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日本過來的直接原裝 旁邊兩個器袋 防止它搖晃 然後六萬塊的卡片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拿出來 聽說 因為卡片的價值太過昂貴 所以它裡面幾乎什麼東西都能賣 包括什麼呢 它一定有一個包裝盒 聽說連那個包裝盒 現在在市場上都是有價值的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把它拆開了 希望不要拆壞這個東西 別的東西我們要小心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這六張卡拿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上面是一個黑白的 三上優雅的封面 然後它背面是彩色的 所以為什麼是這樣的設計呢 我猜 因為六張卡片拿到你六萬塊 所以拿到這個就 因為人生是黑白 好我現在要把它拿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個非常精美的一個盒子 這個M 就是Mikami 也就是它的姓 三上的意思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它這應該所有的卡片都放在這裡面 我們來看第一張是一般的卡片 跟各位講 一般卡片其實 照理來講都沒什麼價值 不過這一次因為三上的卡片太過稀有 所以連這個都是有價值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拍立得 它不是一般我們用的拍立得的那個底片 第二個上空 接下來還有簽名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總共是六張卡片 有一張特殊卡 另外這四張是普卡 還有一張特別的這張卡 一般來講 就我的看法 三上優雅目前是做到前五古人 也蠻有可能是後五來者 應該以後也不會像他有這樣子一個人 那我們也祝福他 在離開AV界以後一帆風順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